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播 播 精细 应该 八 八点多 我们当时也在听 八点之前播的是太太喜欢的音乐 八点整跳的是精细的 不可能 老爷 昨晚九点打钟的时候 孙小姐 她是在西堂的 我们俩亲眼看见她进的卧室 但是 当时杨先生也在啊 那九点的话 肯定跟冯先生没关系吧 我记得冯先生是九点前下的喽 然后大哥就回来了 事情闹出来的时候正敲钟呢 什么 那样的话 你们 要么有人撒谎 要么有人看到的就不是亲眼 冯小姐 老爷 请问 昨晚八点到九点 你在哪儿啊 昨天大概七点钟的时候 我下楼散了会儿步 十分钟左右我就回去了 回房间之前 我还和太太小姐们打了招呼 之后我就一直在房间里面 批改卷子 大约是九点钟的样子 我开了一会儿窗户 一阵风把卷子吹跑了 我就下楼去捡卷子 结果 冯先生被大哥气跑了以后 我和方华一直陪着 一直到十一点左右才离开的 那是怎么回事啊 那就是你在撒谎 会不会是他喝晕了头 记错了时间呢 老爷 饶命啊老爷 昨夜 确实喝了点小酒 但是我绝对没有撒谎啊 我喊他冯先生 他还应了我呀 这么晚了 您还 出门哪 家里有点急事 要出去一趟 那就是孙小姐 趁着我们昨晚闹腾的时候 他假扮成冯先生出的门 我就说嘛 他平时都不怎么走动的 最近总是天天往主楼跑 还缠着冯先生说话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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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